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利用禮拜一到禮拜天 每個中午的12點到12點 來收看我們台股72邊 這個節目帶來 台北股市 今天一度最低跌了 101點 跌到10436點 我的看法是這樣 做個參考 第一個 任何的操作都會錯 沒有那個永遠評估操作都對的 關鍵在於 錯了不可以逃避 你一定要勇敢去面對它 也就是說 你不可以做不到 我沒看到 不可以了 就縱使錯了 你要去了解到 那接下來這個錯的幅度 最大的風險到哪裡 那麼面對這個結局 你該怎麼做觀測 我的看法 第一個 加權指數主要的多頭 一定會去守 今天一定會去過10449點 那從今天早上的10點過後 到目前為止 幾乎它就停止在10449這個位置區 那你又告訴我說 那麼接下來到底該怎麼做觀測 我覺得從這幾個角度 各位請看 我們先把時間回到11月27號 很重要 這是11月27日 當天我們研究報告上面 向所有的成員做的簡報 當時台北股市公到最高來到10882點 10882 要看下去 當時台北股市公到10741點 跌到741點 絕對不可能直接貫穿 就是說來到這個點 來到這個點 一種就是它反彈破底 一種反彈破底 那麼另外一種就是V型反轉向上 還有一種直接貫穿往下繼續跌 那個機率幾乎是沒有的 如果不可能直接繼續往下跌 它就有兩種狀況 一種V型反轉 一種不是反轉 是反彈破底 所以直接的架構裡面 我們回到11月27號 那你不就可以做好估算了嗎 一種就是說 如果加權指數從10882 這個最高點反轉下來 它破了842 就代表說一定要下跌 要下跌的時候 它會來高代10741 來到10741 不可能直接貫穿 來到這裡最起碼會出現一個反彈 如果是如此 那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看目前 那為什麼 為什麼到10842 它會出現一個反轉 我們去觀察 從前的架構以及現在 已經看了27 你再往前看 27往前看是11月23 禮拜五 禮拜五一定是842 這彈上來一定是842 那為什麼會落在842這個附近 你再往前看11月22號 11月比例 好來 各位請看 好來 11月22號 因為台北股市從10600點開始出現上揚 這個上揚這裡叫逃逸缺口 對不對 這個就是結晉 當它出現結晉 最高是不是公道10882 你這裡已經有一條在等了 這條是842 就是說因為你已經結晉 它隨時會反轉 可是我們無法去判定 這個反轉是一個鐘頭還是兩天 這沒辦法 你知道它整個架構已經出現捷徑了 所以回過頭來 就時間回來看 接下來面對台北股市 我們現在一樣 即使結構完全都相同 沒有任何的不同 你問我說以前怎麼樣 我覺得以前也是不錯 好來 真好 來 我們來看 畫面上你所看的不就過去已發生嗎 台北股市從10882 跌到10322 昨天最高 最高出現所謂的強勁的一個反轉 我們先看這段 再來看這段 好 一樣 這個叫逃逸 這不叫結晉嗎 所以當初是不是要看這裡 這條叫842 然後再來就看10741 加一個842 加一個741 它就有兩種情況 一種破741 一種叫V型反轉 創新高 一種是反彈破底 沒錯 好 但是這個741 你說這裡直接 直線這樣 那個機率幾乎沒有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今天這個台北股市 一樣 一樣 一個從形態架構 一個從指標的角度 所以我們來看 如果從形態架構 它同樣是上跳三空 就是加結多方逃逸缺口 所以這裡一天兩天三天 這三天我們看法它一定會過 為什麼一定會過 因為這個缺口發生之後代表 一定還會有高點 好 這個高點在昨天 它是跳空大漲 我們本來是要等它這個602 它沒有到602 到577 然後昨天一個小小的上影線 然後這支藏黑線灌下去 對 這條給我出來叫449 這個449你說直線破 那個機率幾乎沒有 也就是說它最大的可能只有兩種 一種下禮拜一出現V型反轉 走回升 另外一種它出現反彈的破底 它就是這樣而已 好 既然一種叫V型反轉 一種叫反彈破底 那你就準備好了 那怎麼去觀察 首先先看10449點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早上 我們向我們會員的報告就是說 台北高市今天你就不要錯誤 反正它會去顧10449 它會顧10449關鍵在哪裡 在下週一 就是後禮拜你要去看 看什麼 目前的區間它落在10449到10511 我們就去看 後禮拜印 它有辦法突破511 如果沒有辦法突破511 那到下個禮拜的禮拜三 那你就要小心 可是反過來講 如果今天守在今天守10449 我看法應該沒什麼問題 關鍵在下禮拜一 如果下個禮拜一 下週一 那麼下週一 這個10511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沒辦法去來講 沒騎到你五一 那就要提防 台北股市到下禮拜一 一直到下禮拜三 那麼這個弱勢的修正就還沒結束 它就還沒結束 所以不要怕錯 錯了就在於那針對接下來 我怎麼去面對它 所以我們來看 你怎麼做得到 我這座也做得不到 你說做得不到要怎麼 也不會做得不到 接下來做對就好了 我們來看台北股市一樣 好 PSY它長期它的正確率高下 可是它難免還是會錯 所以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去觀察PSY PSY今天有沒有被打到副50 有 被打到副50有結束了嗎 有 所以這座就一定問到 這一趟一定是錯的 到目前為止當然是錯的 那你一定告訴我 那錯了怎麼辦 錯了不要怕 錯了再來就一定會對 你知道嗎 不對 再來就一定 因為它勝率高 它不是低 那你說那最差的狀況該怎麼辦 最差來 各位請看會怎麼辦 最差它一定會來到0 它一定會回來0 不可能不回來0 它一定會回來0 也就是說 我們長期去觀測PSY 不管是股價 股價看日線 那麼指數看5分鐘線 就是說正5時就是要半康 負5時就是要做多 你說阿小人 那這個負5時做多這座輸了 輸一定會發生 哪有可能因為我弄到 好 輸了之後就等 回到0走以上 該走我會帶你走 就這麼簡單 那麼反之 反之喔 面對目前的架架 你就不要錯 第一個 因為不對就不對了 再來就要對 它的成功率 我們長期去觀測 可以高達90% 既然成功率有辦法這麼大 不就在等它這次錯嗎 那錯再來就做對就好啦 所以回過頭來 我再舉一個範本 這個 好 我們來看這家公司好了 我不是推薦你買賣 我沒有建議會員買 我是在觀察 以這家公司為例 我怎麼看都應該站在買方 你知道嗎 要買你知道嗎 但是可以買嗎 還不行買 你現在是在說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我們去觀察該公司長期以來 從2011年到5年 到目前快6年了5年 到目前2017年到本週朗 它的股價跟它本益比的變動 然後我們發現到 如果該公司的股價本益比低於8倍 來賣賣 叫做投資性買點浮現 你要站在買方 你如果站在買方 我還要買不行 如果還不行買 不然還是要怎麼做 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預期 該公司在明年2018年 很快 在不到一個月 就跨入2018年了 明年每股益益獲利 將從目前預估的6塊1到6塊3 飆升到8塊 每股益益8塊錢以上 後年上看9塊錢 那麼公司獲利能力成長性這麼高 可是股價是屬於被低估的 你說你賣賣了 不行賣 有什麼不行賣 我舉個例子 你看 因為股價 哇 雄雄大氣 股價是不是突然之間暴漲 就在本週對不對 所以縱使你就要踩煞車了 那你說那我怎麼看 第一個 它不就跟台北股市一模一樣 這個是什麼 這是逃逸缺口 這是捷徑的 所以捷徑 你就要觀察一下 你就不要衝動 然後我們再看指標的部分 那麼指標是不是PSY被拉到正午時 所以你就要查 雖然站在證券投資的角度 我再說一次 一種叫證券投資 就是一種叫技術分析 我們講技術分析的操作格局 不太相同 所以你要兩者搭配 就是說 股價投資價值雖然已經浮現 可是股價短線漲幅過快 所以你要等啊 你要怎麼等 你自己用眼睛看 這樣等就好 不用怎麼等 不是跟台北股市我們在看 加權指數一模一樣嗎 因為金融市場講到技術分析 你永遠只在看一個東西 看什麼 市場的成本 就是你現在的成本在哪裡 然後經由這個成本你去評價 評價什麼 如果外資是在最低點做進場的 外資 假設 假設外資是在最低點做進場 好 那麼股價呢 這禮拜大漲 對不對 對 你不要在這裡跳進去 你這裡跳進去 批券正五十怎麼可以進去 再來 型態上面 逃逸捷徑正五十 這裡你沒怎麼會對 你怎麼看也不對啊 可是投資價值浮現 你就等啊 你說等哪裡 等這裡嗎 哪有可能 假設外資最低點開始買到最高點 那我問你 它的近期的平均交易成本落在哪裡 一定是這裡啊 哪有可能不是在這裡 你把這個最低點加上這個最高點 跟今天的10449 當然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再給我一條算 你自己去看 自己去觀察 你自己算嘛 節目上我不能幫你算 你自己算 你要把股價的最低加上最高 在這裡花一條線 不就好了嘛 那你就可以去觀測 來到這裡你去觀測 這個點他有在顧嗎 他有在顧代表什麼 代表他一直在裡面 他一直在裡面你就不用理他 代表說接下來股價在看什麼 我們過去各位一定很多朋友 你經常在聽 證券投資股價一定怎麼樣 會回歸他的什麼 叫基本價值 我請教你 什麼叫基本價值 基本價值就是他的獲利能力 在這間公司 他到底每賺一塊錢 每賺一塊 你感覺你願意用多少錢 去投資這家公司 這個就叫基本價值 也就是說你在看他的獲利能力 那回過頭來 那什麼叫操作 操作就是說你不用管理他 所有的商品價格 所有的商品價格 他會怎麼樣 他最終一定會重返 叫做正常軌道 然後我要請教你 什麼叫正常軌道 一樣 一樣 每天的研究報告 各位拿出來做比對 今天是12月15號 禮拜五 這是12月14號 禮拜四 對不對 禮拜四 到昨天是14勝一敗未平一 今天那個PSY這一筆會錯了 來 我們來看 我們昨天是不是特別把 特別把金融指數 電子指數 摩根 日金指數 通通把它貼上去對不對 你說這個沒清楚 不會 你就把你的手拿出來 就把它鍛 來 來 給我先看 你這樣眼睛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日金指數 日金指數今天可以大跌200點 那是要怎麼樣 你告訴我現在跌幾點 不然你告訴我現在跌幾點 拉近 日金指數早上大跌200點 跌你 跌個頭啦 跌 你說沒辦法跟沒發生 有啊 確實有啊 那現在呢 來來來 去找上一個鐘頭前的事而已 一點點前 現在12點了 一點點前 日金指數沒暴跌到22478 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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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從22478大跌到22632嗎 有啊 有什麼大跌 你自己用眼睛看 這不是負50 負50之後是不是一個大漲 來 我們看報價 日金指數原本暴跌200點 現在跌64點 即時了 現在只剩64點 那你跌200點 PASY負50 那你把它做多 那我跌200點 現在剩下60點 那你不是去84點 有就有 無就無 那不是 來來來 叫親愛的 你自己把你的手拿出來 然後把你自己的手機拿出來 那你跟我一樣一載 我們不是講過嗎 任何指數型的觀察 一律使用幾分鐘 五分鐘啊 你就一載啊 日金指數把它點下去 我不管你要看什麼 SIMAX 什麼台紙期 什麼都可以 那你就五分到 還記得 那就點了 不就好了嗎 啊 這裡咧 這裡是什麼負50 負50要怎樣 負50有人在這裡放空 那現在不是負到這裡 那不是從這裡 22478 現在已經負到22652 已經負200點起來了 22478到22655 那不是漲了200點 那哪裡不對 欸 你說台北股市現在是20449 我就跟你說禮拜一會去啊 關鍵不在禮拜一啊 而是在這個上來之後 禮拜一上來之後 他要不要來511在這裡 在511下週一 他要不要去守那個511嘛 這個511他不去守 那針對未來下週的前三天 你要很清楚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我們要提防全世界都去我們繼續 你知道嗎 這是有可能的 反之 如果下個禮拜一 台北股市上來守511 那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跌 台北股市也是漲 好 所以兩分鐘後 馬上向您做簡報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扭步 三 穩住抓住桌甲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無法左右大盤掌跌 可以改變技巧高低 行動APP 自己看手機 高天律先補空 避擋提疫情單多 PSY心理線 標谷自動搜尋 準時當中 拖探意指完成 微的頭部 心動行動 PSY心理線 真心推線 0800 55 808 0800 55 808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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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 肯定會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棒 棒棒 接強棒 強大現金準股 自動優化 避開風險 掌握盤中拖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大 02 2578 300 00 2578 300 00 無法左右大盤掌跌 可以改變技巧高低 行動APP 自己看手機 高天律先補空 避擋提疫情單多 PSY心理線 標谷自動搜尋 指示當中 拖探意指完成 微的頭部 心動行動 PSY心理線 真心推線 0800 55 808 0800 55 808 他們不靠老師 他們不靠團隊研究 他們是恆穩團隊 請上www.pra.com.tw 了解他們如何為您代勞 他們依照法人模式 卻只為散戶服務 他們是恆穩團隊 請上www.pra.com.tw 了解他們如何為您代勞 數位計算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計算盒免費優惠 數位超一定 生活更Happy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有跟一樣 來 拉筋 我說一次 因為盤中節目不能講台詞期 不能講選擇權 不能講股價 都不可以說 真的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講 所以我們只能講 加權指數 電子類股指數 金融類股指數 OK 但是你就自己做評價 來 因為很接近 兩者幾乎雷同 一起漲 一起跌 幾乎都一樣 所以來 我們來看 來 你眼睛看到了 你眼睛看到了 這不叫電子類股指數 現在要及時的 好 這裡是不是叫正五時 這裡是不是叫負五時 你要看類股指數 你就要點 好 要近一點 要點五分鐘了 正五時 正五時再樂觀 你都要小心要保守 因為它會樂 這樣OK嗎 好 點離開 摩根 一樣 什麼樣子 Cymax 你把它點下去 就點 點了之後 它就是正五時 負五時 那關鍵就在於 各位在看一定說 對 正五時把它放空 從390 1.9 暴跌到385 點五 對 那正五時該怎麼做 正五時該站在空方 負五時該站在多方 然後 我現在要講的 不是正五時 負五時 而是在於 請問 什麼叫 你知道 在操作面 商品最終重返正常軌道 保證的 一定的 不可能不回正常軌道 怕保證的 如果一個商品它的最終 一定重回正常軌道 那請問 該怎麼做 那什麼又是正常軌道 零 你知道嗎 說一次 到底什麼東西叫正常軌道 好 舉例 各位請看 今天是禮拜五 這12月11號禮拜一 沒錯吧 來 看這是什麼 加權指數 來 加權指數也一樣 這條什麼叫正五時 這條叫負五時 什麼叫正常軌道 中這個零就叫正常軌道 就是說 我去觀察指數 或者是骨架 它的波動正五時就是要軌道 負五時就是要軌道 負五時就是要軌道 正五時就把它空 這不是說一百次也是這樣 負五時你就把它多 你問我為什麼要空 因為它一定會回到零 它不可能不回到零 好 來 12月12號是不是這個禮拜的 禮拜二 對不對 好 來舉例 這不是正五時 這不是負五時 好 這個是不是零 中是零嘛 這是不是負五時 我問你嘛 我給你保證 它不可能不回來零嘛 對也好 錯也好 它一定會回來零 那萬一它錯了怎麼辦 錯了就等它回來零 我還是會叫你走啊 這樣會不會 錯也不要錯在最壞的位置去啊 誒 高票投資 證券操作 人是有一個尊嚴的 輸也要輸就比較有面子 怎麼會輸那個錯到最低點 那不是慘了 不是啦 是因為它一定會回來零 你是煩惱什麼 那就是零 該走我會帶你走 12月12號不是禮拜二嗎 就繼續看下去嘛 12月13號不就禮拜三嗎 好 來 往下看 這個是不是叫正五時 沒有 對 這個是不是叫負五時 我管你正五時 負五時 負五時就一定會回來中間這一條叫零 正五時咧 我也要打保證 它不可能不會回來這個零 任何商品它都會 這裡呢 這裡當然會回來零 這裡呢 這裡也會回來零 你再看這一段 從10664是不是一直跌 是不是跌到10331 這是事實啊 這整路一直漏啊 這沒在漏啊 那理論上這裡是不是要大漲 這裡是不是要怎麼不用啊 它是不是一定會回來這個零 它是不是一定會回來這個零 好啦 從10380到10331啦 它有回來這個零嗎 有嘛 這個零是不是拉到這裡 拉到1042零左右 對不對 它一定會回來這個零 就是說這個叫正常軌道 所以你就不要吵架 所有的商品價格 它一定最終會重返它的正常軌道 這個正常軌道以PSY來看 正五時叫高點 負五時叫低點 重返正常軌道你就要站在 你就應該要走了 你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走 就把你的手拿出來 所有的商品價格都一樣 你就把它點離開 那麼我們這裡有一個199吃到飽 一樣 來看 來 看一下 日金指數 現在是不是下12點 一個鐘頭前是跌200點 有什麼跌200點現在只剩13點 13點就不會再漲了 知道嗎 就不會漲了 對啦 這裡是不是負五時 它會回來淋嗎 它怎麼可能不會回來淋 現在是跌到正五時 是不是日金從22478 整樓大Q Q到22682 478到682 那只剩200點回來 是不是負五時又回來正五時 還回來正五時你就摸過去了 你知道嗎 整體上整個架構就照著做 那麼我們目前有一個199 那麼歡迎各位 我會提供你行動版手機PSY 那您稍待 歡迎各位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那麼也祝所有朋友 身體健康操作順利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沙古特訂閱運空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時 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無法左右大盤掌跌 可以改變績效高低 行動App 自己看手機 高頻率先補空 避擋提起而單多 PSY心理線標誤自動搜尋 指示當中拖端一指完成 為了投庫 心動行動 PSY心理線 資金推薦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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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肯定會成功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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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棒 再一棒 換棒 接強棒 強棒 現成股 自動優化 第一台風險 掌握盤中拖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零二 二五七八 三零零零 二五七八 三零零零 無法左右大盤掌跌 可以改變績效高低 行動App 自己看手機 高頻率先補空 避擋提起而單多 PSY心理線標誤自動搜尋 指示當中拖端一指完成 為了投庫 心動行動 PSY心理線 支援車線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他們不靠老師 他們不靠團隊研究 他們是很穩團隊 請上www.pra.com.tw 了解他們如何為您代勞 他們依照法人模仿